來 國道客運往左手邊 公車往右邊 來到基隆轉運站 工作人員拿著手舉牌 明確的指引方向 讓民眾能夠順利搭車 很新奇 很新奇 它很舒服 目前的話我們就是跟他們說明 國道客運跟市公車的路 大概一個方向 後車處 民眾依序排隊 順利上車 基隆成績轉運站 一號正式啟用 民眾好新鮮 首次來到轉運站搭車 未來後車停不再日曬風吹 感覺真的很棒 現在在最上面好 起動之後好很多 當然兩塊多 你去外面看看至少差五度以上 動線還不錯 還不錯 感覺怎麼樣 工作人員幫著將玻璃擦拭乾淨 金融客運 國王客運 和金融市政府交通處 都派出工作人員指引 現場隨處可見 掛牌及增設的手舉牌 引導民眾快速搭車 五立還是在日本的 你說公車嗎 對 公車的話 五立還是在原本的地方 公車的話還是在原本的地方 但是所有的客運家都買進去 對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只要可以給他 他現在有標示 不會啦 他還標示的滿明顯的 金融轉運站興建經費 總計7.36億元 啟用後 民眾可以在舒適的空間 等候往台北方向的 國道客運 只要往外走到公車停 就可以轉成市區的公車 通往地下道的街舞空間 可以轉乘火車 不用再忍受日在雨淋之苦 記者 黃壽銘記錄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